不過我們大家比較關心的 是包括賴清德他就職的 整個兩岸的一個最新局勢 我們可以發現520當天 其實對岸有做了一些動作 他們大陸的這些網路上面 對於賴清德就職 相關的討論度非常非常的低 因為他們現在傳出來 有封鎖相關的關鍵字眼 比如說賴清德 蔡英文 就職這些字眼 他們都會把他做這一些限制 等於說在大陸那邊的輿情 民間的討論 就會把賴清德就職的事情 壓得最低 讓大家覺得好像不太有 這一個事情 同一個時間包括共機老台 前幾天都還很大陣仗的來 但520當天是零共機 八艘共艦就算在台海附近 但是也沒有遇過中線 等於說在軍事上的這些壓迫 他們也比較克制一點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4月份的馬席二會 當時習近平有遞出一個感染枝 他暗示說 其實你只要講通關密語 中華民族就可以了 但是顯然賴清德 完全沒有回應這件事情 他不但沒有去針對這個做回應 他也沒有講九二共識 九二會談什麼這些 他都沒有提 他更強硬的 包括他是講中國 或者是兩岸互不隸屬 他有重新的這些詮釋 所以對岸的官媒 人民日報相關網 他就有寫到 中共中央的台辦 國台辦的負責人 以前是用他這個頭銜來做回應的 但你現在降格了 變成是國台辦的發言人 在回應一件事情 等於說降格來回應你 還有包括人民日報認為說 賴清德是販賣兩國論 大陸絕對不會聽之認知 而且是以第四版全版 來回應這一件事情 包括環球時報也講說 這個赤裸裸 這個造成是兩個國家 一定會讓台灣付出高昂的代價 趙春山教授他很擔心 我們現在完全是以美 以美 那你要確定 美國不會跑掉 萬一接下來美國選舉 隨時一個狀況他真空了 你要怎麼面對 大陸的這個禁逼 所以現在聯合報就有個短評 未來四年 大家可能是驚濤害浪 安全帶要系好了 請教永平 大陸這次對賴清德的反應 或者是說降低反應 我是這樣解讀的 首先大陸在馬歇二會之後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就是他們的機關媒體 都在政協主席王滬寧下面 所控制的這些媒體 全部都極力的打壓武統的聲浪 這個部分我覺得 對台灣的民眾來講 是真的釋放了一個 和平 橄欖枝的善意 因為我們也知道 驚嚇漁船事件以後 大陸的武統聲浪高漲 所以這一次賴清德 因為他的演說的內容 很容易挑起對岸那種 網民武統派 民族主義派的很高漲的聲浪 所以為了不要讓武統聲浪再起 所以他把他的報導壓很低 這個我覺得一方面是維持 他們並不想鼓動 武統的聲浪的一個部分 但是他對賴清德本人的言論 他並沒有放過 所以他用機關報 就是人民日報 今天第四版強烈的批判他 就是說對 他對蔡英文那個時候 還比較客氣 說未完成的答卷 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講的事情 我們有聽到 那我們再看看後面的情況 對賴清德完全沒有 就定性就說你搞兩國論 你就是台獨分子 所以這個部分 而且不會聽之認知 是集中對賴清德的警告 為什麼這次他的處理 有把賴清德跟民眾 跟言論跟氛圍有把它分開 我覺得大陸有在馬英九的 那一趟去之後 陸續的包含傅崑奇的 國民黨的立委行等等 陸續這些團號 他們有確實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台灣60%的民意 是要和平的 然後這個要和平的 不支持賴清德的民眾 你不要跟他把賴清德 綁在一條船上 所以你要不高興 你要威嚇 你針對賴清德的行徑就好了 可是你跟民眾要切開 兩岸的和平跟善意的未來 希望還是可以在民眾之間 累積善意 我認為他們這次是 很小心的在做切割處理 外媒紐時他有一些分析 他覺得賴清德現在的憂患 是比蔡英文更多 他說賴清德相較於 蔡英文來講的話 比較缺乏外交政策談判的經驗 而且他一下又要和 然後一下又要強硬 所以紐時對他的憂心 是比較多一點 但民進黨立委邱志偉就很天才 大家都覺得賴清德的這個主張 是新的兩國論 但邱志偉說不是 他這個是一中各表最重要的體現 那他表示他支持一中 我們要給他鼓掌鼓掌鼓掌 這個邱志偉支持一中一中一中 對 我覺得他蠻天才的 那日華肯有率了三十名的議員 來參加這個我們520的就職大典 中國駐日本大使 這個態度很強硬 他說你們這些議員 公然支持台獨的私利 日本公民將會被拖入火海 那大盤投資人的信心到底如何 昨天本來是大盤震盪了兩百多點 最後是小小拉拉拉拉拉上來的13點 但是今天顯然拉得很辛苦 最後是跌了34點 請教董哥 其實你可以看到賴清德這一篇 所講的當然是經過美國人同意 甚至是美國人要他這樣講的 那這個態度就很明顯 就是中國大陸常講 就台獨這些人 他們是依美磨獨 其實就是這樣的影子 我覺得說賴清德現在 從蔡英文執政以來 他已經沒有什麼選擇 他只能跟他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方便 國民黨十幾個立委 去太平島不是很正常嗎 蔡英文要卸任為什麼不敢去 太平島我們大家都知道 是我們的領土 中華民國領土 我們的員所去那邊 對不對 衛免當地的駐守的人員 然後也先是我們在這裡 我們有我們的主權 民進黨最喜歡講主權 講主體性 結果美國說不准去 去是挑釁 大家看 每個人都在想說 這邏輯從哪裡來 我們的土地我們自己不能去 這不是很奇怪嗎 美國要求你這樣 你就只能這樣做 美國要你吃 美國的萊克豆瓣豬肉 你就只能吃 要你買一些你不需要的武器 你就只能買 那現在美國要你這樣講話 你就只能這樣講 那請問一下 我們還算是一個主權國家嗎 所以大家看到的情況 對賴清德這講法 也不用覺得太奇怪 我覺得他現在就想說 我們現在美國就是在選舉 所以我拜登是這個態度 在今年11月投票之前 台灣不要給我出太多問題 不要有太多那個 但是也可以看到了 因為賴清德講這個 他自己本身就沒有太清楚的 知道怎麼去搞外交或兩岸 他自己本來對這個 也不熟悉 也不懂 所以所有的國安 這個他交給蔡英文的那些人 這個當然也是美國指定的 所以你說顧力雄怎麼 又去國王部 吳釗燮怎麼又去國安會 當秘書長 這些都是美國人指定 那所有這些指定 就是你完全照我們的主張來做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賴清他的面貌 那賴清德這樣的面貌 其實對台灣人來講 過去蔡英文還沒有像他這麼明顯 那因為賴清德過去的標籤 是很清楚的 台獨今孫 務實台獨工作者 所以我覺得說 當美國派一堆人來監督他 過去的AIT主席來了好幾個 阿彌塔吉什麼那些都來了 每個人都來了 都在那邊觀話 看你有沒有照鏈 這麼多人來監睛的話 我相信他現在當的不是總統 而是一個俄皇帝 520之後還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蔡總統他卸任了 現在大家就開始討論他的禮遇 因為在當年他2016年的時候 年金改革他有承諾 他如果卸任之後 他的禮遇條金 每個月可以領25萬塊 他願意只有領8.6萬 就8萬6千塊錢 而且他全數都捐作公益 8年預計會捐出1千5百萬 他的辦公室的運作費用 每一年800萬 但逐年遞減 第五年會到500萬 現在已經有媒體獨家報導 說他在新一路三段 以前找了這個辦公室 要作為未來惡鬼外交 惡鬼外交 就是等於說他要發揮一個 外交上面的影響力 那另外一個 馬總統的禮遇8年也到了 所以他身邊的人 還有包括用車什麼的 就開始要往下降了一點 當時過去這8年 他都還有很多水戶 現在身邊的人就非常少了 但是警政署居然說一個 很奇怪的理由 他說考量馬總統到了馬席二會 還有朝野關係等因素 所以這個規定裡面 卸任總統禮遇的 相關這些水戶是8到12人 那我就給你最低配 給你8個人 然後說這句話的邏輯 是什麼意思 是要懲罰你去參加馬席二會 還是說你去馬席二會都沒事了 所以你這個人很安全 我不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跟馬席二會怎麼會扯上邊 然後包括馬總統 去身體檢查的時候 都有媒體去衝撞他冒犯他 所以這個馬席的人都講說 賴清德不要做事縱容民進黨 煽動支持者的情緒 有一些滿多人對他 對馬英九是滿仇恨的 請教永平委員 第一個現在為什麼這個總統 副總統的這個禮遇會逐年下降 甚至有一個期限到期 其實都是阿扁來的 因為阿扁那個時候的貪污案 實在令大家深惡痛絕 所以那個時候是朝野共同 不分黨派共同支持說 你以後卸任的禮遇 你就是做幾年 你就是幾年 假設你做了四年 你就只能夠享受四年的禮遇 八年就是八年 所以這個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很公平 至於民進黨非常沒有風度的 喜歡對馬英九 不管是踩一腳 羞辱他 他做的題目 我覺得馬英九自己心知肚明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藍營有一些人 也比較支持馬英九的 譬如說企業家或各方面 可以協助他做一點私人保全 我覺得仰賴他的 民進黨控制的警察 等一下我們還要講 賴清德一上任 什麼警察局長全部要立刻換人 給他們的人來保護 馬英九會不會心裡也有點害怕 他自己都會怕蔡總統時代的人 因為你光想 譬如說這個民眾去挑釁的時候 如果那個警察不是真心 譬如說他受到他的上級指揮 叫你故意弄一個洞出來 他是不是就遭到攻擊 我覺得還不如找自己信任的人 可是他們被攻擊也會被檢討跟寫報告吧 你雖然這樣子講 可是問題是你可以把它弄成是說 這個就是沒辦法 我們就人力不足 不足措施 或者情報失誤幹嘛的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說 馬英九確實在危險中 這點我同意 所以我真的鄭重的呼籲 支持藍營的人 支持馬英九 特別是馬英九現在在兩岸和平 扮演重要角色的時候 企業家出來用民間保全 去幫他的維安支撐起來 至於蔡英文下來 想做二鬼外交 我覺得也不意外 因為蔡英文我們憑良心的講 他對國際的了解 吸引力 能力 各方面實在是優於賴清德很多 如果賴清德一意孤行 很多爛攤子說不定還靠蔡英文 可能還可以幫他收拾一下 也許我們還可以這樣寄望 永平委剛剛特別講到 這是頭一招 過去可能都沒有這個樣子 總統 新的總統上任的第一天 就把所有的情治單位 這個全部都換了 警調連海巡首長全部都換掉 就換掉了這些 然後比較訝異是張榮欣 不管外界怎麼爆料他 就是他穩穩的 當上了警政署長 原本警政署長 去當國安局的副局長 包括調查局長 廉政署長 海巡署長 通通一次性的把他換了 一般通常會留一些些 因為避免你情治單位 很多人全部都是伸手 完全會有出現 運作上面的這些狀況 熟悉檢調運作的人是說 他就是要肅清蔡英文 蘇貞昌 過去在警調用力這麼深 介入這麼深的影響力 等於要實質掌控 這個警調的人士 另外一個警界大家最有名 就是方楊玲 學運裡面最出名的 民進黨的人也很喜歡他 現在傳出來說他可能要接 台北市警察的局長 等於說又回到台北市了 不過他說這個目前 還沒有獲得告知 要先做好分內的工作 請教兵哥 剛剛州長擔心說 那些水護如果突然放水 造成馬英九受害的話 會不會被處分或幹嘛 那個是永平委員擔心 你說被懲處 對 我跟你講 根本不用擔心 你忘了嗎 在蔡英文任內 那些走私的 緋聞的 什麼全部到最後一個都高升 所以根本不用去幫他們擔心 我想太多了 對 人家是會去處理的 還有那個賴皮聊的 也都沒事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們就是很敢 然後就是硬幹 賴清德為什麼這麼迫不及待 去做這件事情 你要知道賴清德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他也滿可憐 因為國防外交 根本他連插手的餘地都沒有 理論上來講 總統最重要的兩個職權 就國防跟外交 結果他完全被架空 如果他內政這邊 再沒有辦法再出一點的話 他就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這是他急於要去 趕快去換這些人 那重點就是趕快換上 他自己能夠信任的人 所以你看張榮欣即使 有人刻意的去放他一些消息 賴清德沒在管 我就是要他 我管你的 我就是要 就是老鄉親自己人 那賴清德就是這種個性的人 所以未來他這一種 專斷獨行的這種方式 一定會越來越多 那我個人認為 雖然暫時他迫於美國的壓力 他把外交和國防 這些交給蔡英文留下來人處理 可是我認為賴清德很快就會反撲 我認為他們中間這種平衡 不會維持戴權 所以就完全陰系的人 很快就會出現變化 董哥你怎麼看 對 其實你可以看到 賴清德那種個性 很少人像他這麼 就是說既然國安都全部被你 蔡英文都包攬了對不對 國安會 那個兩岸的那個 外交部 外交部還是他幫他宣布的 是 那大家看了 甚至我的副總統人選 都是你們指定 是不是 那我總要用一些我的人 所以他一上任就是這樣的態度 你知道過去賴清德挑戰 蔡英文的時候 他是認為韓國瑜帶領了 那麼打了這麼漂亮的選戰 國賓黨拿下15個縣市 所以他認為蔡英文 你做得很失敗 不是 我要來期待你 大家記得那是2018年的選戰 初選的挑戰 可是他後來為什麼輸 賴清德自己親口講過兩件事 一個就是說 請蔡總統不要用網金打我 民進黨一直說他們沒有網金 現在賴清德自己講 他那時候是行政院長要來挑戰 謝忍要來挑戰總統 第二件事情他說 因為他那時候無奈人幫他操盤 他們找了八個新潮流立委 然後躲在青島東路那邊那個 結果人家那狗仔就跟來了 賴清德認為什麼 所以你找國安的人在跟踐我 他公開講過 你就是國安人員 所以國安這些人我怎麼能先任 對不對 他當然要有自己的人 而且片刻都不要留 你看當天就宣布很少人這樣 這個就可以看到賴清德的個性 我們其實看民進黨 現在雖然表面上有很多 因為剛上任 然後有很多事情還沒有發生 但是他其實一定馬上就會發生 他現在所有東西不順 立法院不順 立法院你也不順 從賴清德還沒有上任 大家看行政院有一批狼 這批狼是什麼 這我們的戰狼對不對 吳釗燮每天主動去通幹立委 天下來要這樣 立法院柯建平變一批狼 每天也是要通幹誰 可是他產生幻覺了 對 他現在有點幻覺了 是啊 那他就是把過去蔡英文 他們用那一套 每天就是用抗中保台就是那一套 那一套有時候還是有用 那時候在美國豬肉的時候是有用 你公投不夠就是一個成績 那你今天看到情況 對賴清德來講 他很難做事 那他會不會想說 我要好好的做好 絕對會的 認了一個新當總統認為 我要讓整個面貌對不對 百會即興 大家面貌一新 一定是這樣 那你們這些人在搞我 那我怎麼弄 他一定有他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民黨 馬上就要有一個大的波動 一定馬上就大 台中捷獄又再一次 發生了非常恐怖的事情 是隨機的殺人案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阿翔 這下周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